这是一个可以提升你胆量的频道 建议在晚上观看 准备好了吗 关灯 钻进被子 开始吧 森林怪物 这是一个非常恐怖的视频 可能会吓得你睡不着觉 夜晚的时候 男子经过一片森林去往回家的路上 他隐约感觉有个东西一直跟着他 但每次回头都没有任何发现 这一次他又听到了身边有奇怪的动静 于是停下脚步回过头来查看 好像有一个身影从远处的大树后探出了头 当男子注意到他时 这个生物迅速缩了回去 男子再次扫视四周 整片森林再次陷入无声的激进 此时恐怖的一幕出现了 一个诡异的生物在男子身旁的树后冒出来 发出恐怖的尖叫声 吓得男子迅速逃离了这里 你觉得这个视频是真实的吗 还是 这只是恐怖电影中的一个片段呢 我相信你的心中早就有答案了 捉鬼 这个视频的博主准备用高科技来捉鬼 没想到最后变成鬼来追他 他看到有东西正在接近仓库 出去之后 他认为那可能只是一只小动物 比如兔子或者老鼠之类的 但是情况并非如此 博主最后还是被鬼发现了 他不停地发出逆人毛骨悚然的叫声 他终于逃回了车上 但却被眼前的一幕吓了一跳 虽然这个鬼很明显是个假的 不过整个视频确实让人心跳加速 你被吓到了吗 医院里的幽灵 视频的拍摄者正在一间闹鬼的废弃医院里 进行超自然调查 并在那里拍摄到了不可思议的东西 视频里的声音听起来让人毛骨悚然 但这还不是最可怕的 当镜头转向另外一边的走廊时 出现了这个 那是什么东西 一个半透明状的影子从窗户里飞了出去 同时窗户重重地关了两下 镜头放慢再看一遍 那个飞出去的影子是什么 在医院去世了久久不愿离去的灵魂吗 马路幽灵 夜间在孤独的道路上行驶时 你可能会看到一些不寻常的东西 这位司机的行车记录仪 证明他的眼睛没有说谎 这段行车记录仪录像是由一名卡车司机分享到网上的 拍摄于2023年3月 注意看马路右边 注意看马路右边 只能看到他的下半部分 这是光的折射吗 当车灯照在他身上时 这个影子在车子接信时 慢慢的出现了 评论中有的人认为 这应该是这条路上 由于车祸去世的某个人的灵魂 你同意他的观点吗 闹鬼的房子 这是YouTube频道 清明小站里面的一个视频 视频博主来到一间闹鬼的房子内 进行灵异调查 很快 他感受了来自另一个维度的能量 能量上反应好吗 没有开启 刚刚的问题 如果有的话 给我一些能量上反应好吗 有 灵魂探测器 对他的问题做出回应后 隔壁房间传来那奇怪的声音 这是他们以前的厨房 东西 多汗和腕子 他问了灵魂几个关于这间房子的问题 他得到了一些答案 于是进一步探索调查 在这边的那一个阿嬷 是不是因为看不到自己孙女最后一面 所以不肯离去呢 若是的话 请您触碰一下前面那一集天线一下 好吗 谢谢 鬼魂再一次对他的问题 进行了准确的回答 我会希望 有人 可以 帮他找到他女儿 灵魂的话 孙女 讲错了 灵魂的话 请您摸一下好吗 谢谢 在我看来 这个地方确实在闹鬼 而且这个鬼魂对博主比较友善 似乎很愿意和他交流 消失的黑衣 菲尔和马克所在的这个超自然调查团队 这次准备前往菲尔之前工作的地方 进行超自然调查 在菲尔多年的工作中 他经历了很多奇怪的现象 所以这一次他决定要找出原因 当然 他们也没有失望 相机确实捕捉到了一些不寻常的现象 首先 他们听到房间里传来动静 并且好像有窃窃私语的声音 首先 有人是声音 在那房间 从内那房间 我可以听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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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为了 一份工作 当马克在录像时 有个看不见的影子 碰了他的肩膀 后来监控拍摄到更加恐怖的东西 当所有工作人员爬上楼梯时 他们的静态相机记录下了一些可怕的东西 在他们上楼之后 一个黑影出现在楼梯上 我们可以看到他朝着墙壁走去 然后又消失了 这个超自然调查团队 是否成功记录下一个真实的幽灵呢 说说你的看法吧